大家好,这里是德国东东西西 我最近没有能很频繁的更新 是因为我休息下来之后 一直在忙于给国内的一些朋友们 找一些德国的合适的厂家 一些产品之类的 虽然不是很大的事情 我在其中也只是取到一个辅助性的作用 但它的确还是振用了我的一些时间 毕竟首先我要从网上开始做调研 然后再给厂家发邮件过去 在打电话询问之类的 讲起来好像只是一个信息的沟通 但是做起来真的还是蛮费时间 具体来讲呢 比如说我最近呢 有帮朋友在找德国的相关的五酒精啤酒 说起啤酒呢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德国人这个超级喜欢喝啤酒 我在网上找这个特别种类的啤酒的时候 也是看到了德国各种啤酒的排名 包括这个五酒精啤酒 也是做了相当多的排名 可以看一下可以随便打一个五酒精啤酒 然后呢就出来给下来这些 那这个第一条呢是一个啤酒的杂志 这是我把页面翻译后 有点奇怪 但是你看他为什么要运作 为什么不喝酒也要喝啤酒呢 德国人也在做这个讨论 为什么一定要喝这个五酒精的啤酒呢 德国人这里给出的答案是 主要是运动员和营养意识强的人 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趋势 然后还有这个第一个这个提问也是很有意思的 五酒精啤酒中有多少酒精呢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其实在德国呢 五酒精啤酒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0%的 它有0%的五酒精的 但是呢通常情况下 小于0.05%的 它也会规范为是五酒精啤酒 很多人虽然说要喝五酒精啤酒 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稍微有力量的 不过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对健康的追求 这种0%的酒精的五酒精啤酒 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 这里呢还有人专门给这些酒做一个测试 有版面翻译中文的样子 每个品牌的酒呢 他们都有做详细的测试 那还有的页面呢 也有做过一个测试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 大约是做到200瓶 五酒精啤酒的一个排名 然后每一瓶酒都有些详细的测试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关于酒的这个网站 它一打开之后 它就问你是有没有到18岁 可能点不到18岁它就不许你看 但你点到18岁了 我们18岁以上它就许你看 这个是靠自己的学奥 这个呢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 有的是问的是18 有的问的是16 人呢就是在德国买酒 或者得到一些相关的酒信息呢 对年龄呢是有要求的 在超市买酒呢 也是居年龄有要求的 咱们亚洲人因为长得比较年轻 身边呢20多岁30多岁 买酒的话还经常会被要求 要看身份证或者呼召之类的 我之前呢是在德国的 能够有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呢 周围有很多的德国空的 有一个非常感情的朋友 每一次开心呢 他就说太开心了 我们去喝啤酒吧 然后遇到不高兴的时候呢 就说今天心情一定要不好 我们去喝啤酒吧 然后我跟他发信息说 哎你在做什么呢 他说我今天太无聊了 我在喝啤酒 然后又有的时候 我发信息说 哎你在做什么呢 但是我今天跟朋友一起爬山 我们一边爬山一边喝啤酒 总之呢就是开心的时候喝啤酒 不开心的时候喝啤酒 无聊的时候也是喝啤酒 日子过得很热闹的时候呢 还是喝啤酒 那段日子呢 我是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超级呢 免得有酒精到存在 OK啦 今天只是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点 关于德国体友的事情 那之后呢 因为我还在帮我的朋友 做关于五酒精啤酒的市场调研 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成功的 把一些好的五酒精啤酒 带回给国内的朋友们 OK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Bye